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看看有没有竖琴 没有 没有竖琴 那就有好多这个 但现在版本心灵错乱枪它已经不能用来解围攻了 因为它有这个使用范围了 就是它必须让小人面对面的时候 跟这个敌人面对面的时候 视野是能看见的时候才能用啊 这写的是还是没有距离限制啊 但是我记得 哎 我突然很想试验一下啊 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殖民地里 我看看 谁谁身上有来着啊 都没有 那就你试一下 哎 你看啊 现在你看这边有一个框啊 这是有距离限制的啊 这种在墙那边的人现在能打吗 我试一下看啊 哎 点不上啊 你看这是点不上的 难道是因为是我们自己的殖民者啊 我试试给这个人啊 这个人跟我们没关系对不对 哎 仍然打不上啊 所以现在这个心灵错乱枪 它虽然实用性也是有的啊 它可以被我们小人带在身上 带在身上在这个接地战的时候 哎 面对面战斗的时候肯定是有用处的啊 但是它不能用来解围攻了啊 它不能在远程进行一些操控了啊 就实用性下降了 但是我们还是买买一个吧 买一样买一个啊 冲击枪和串联枪一样买一个 带在身上有的时候还是有奇效的啊 嗯 其他的东西中兴安我记得没有了 我们买一点中兴安 其他的东西好像就没什么值得买的 哎 高级链件我们买一个啊 哎 能买两个 但是钱不够了呀 买两个钱不够了呀 我只剩下五百多块了 看看还能卖啥吗 嗯 这几把稍微值钱点的枪卖掉 呦 还是不够 嗯 差二百来块钱啊 嗯 这零件不满 但是高级链件是有用的啊 那只能先买这些东西啊 那之后我们再找机会叫商人来再来买吧 走 回家 那这一期我们目标 上一期我们打了几次袭击啊 这个尸体还没来得及处理啊 并且打了这个两个秋季兽啊 这两个秋季兽还是不错的啊 然后现在遇上了寒流啊 嗯 寒流的话 其实我们看看家里的温度 15度啊 这两个发电机会产一些温度 然后这个门开着的话 这个屋是能借一些温度的啊 别看这有三个露天的这个天篷啊 但是只要你开的不是特别大啊 这个温度还是可以的 十二三度啊 不在这里睡觉应该问题不大 我们卧室呢 十七八度啊 就不会有这个在寒冷中睡觉的那个debuff就可以啊 哎 问题也不大 然后这个屋稍微冷一点啊 但是还可以 我们就不再增加这个加热器了啊 要想加的话呢 可以在哪加一个呢 在这加一个啊 为什么在这加一个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发酵桶 它是有理想发酵温度的啊 必须在这个温度内才能酿酒啊 否则我们的这个麦芽汁虽然做好了 但是不能放到发酵桶里发酵啊 这个啤酒是怎么做的呢 首先要在这个酿造台里啊 让它变成这个麦芽汁啊 25个麦芽汁呢 在我们的这个发酵桶里能产生25个啤酒啊 25个啤酒为一组啊 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啊 唐三回来 让它稍微休息一下 让它把这个尸体给宰掉啊 嗯 然后我们的这个阵地 我们还可以再修改修寒啊 我们看看我们家里还有一点点玻璃缸啊 我们阵地里比较脆弱 比较容易被打坏的这几格墙 我们给它拿玻璃缸替换掉啊 并且呢 这边我们再加几格沙包啊 哎 敌人还是有概率要站在 对 我看看啊 这个地方这么加沙包的话 有概率站在这个位置给我们设计 其实啊 嗯 我看一下 这样加吧 哎 这样加 把这个沙包的这个阵地加它再大一点啊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可以处理的呢 就是在这个阵地当中 我们现在其实说是有减速 但是效果不明显啊 减速目前用的是这个地上的这个石砖啊 但是效果并不是很好啊 那还有一种用减速的方式 就是一种敞开的门啊 我们也可以在阵地当中造几排 这种敞开的门啊 大概造这些就够了啊 那敌人当走到这里的时候呢 再往这两边走的时候速度会非常慢啊 利用这段时间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毁灭性的输出啊 我们先把这墙换了 这几个墙是比较着急的 然后给它换成玻璃缸的墙 玻璃缸的墙是我们这个游戏中耐久最高的墙 然后把这边的这个储存区就删掉了啊 这边石砖在两边放好了 我们还是在这边放石砖 在这个原材料里石砖 两边来放石砖 然后这个门一定要保持敞开啊 所有的这个门都要保持敞开 大哥优先造墙 又先造墙又先造墙 这个门也要保持敞开 最后等它都造完了之后呢 让小人这样来回走一遍啊 然后就把这些墙都给它敞开掉啊 另外呢我们现在开始造这个大量的成因品了 这个成因品要妥善管理啊 我们现在小人的这个心情都很好啊 所以还看不出来这个问题 那后面一旦有一些事件 比如说遇到这个长时间的这个心灵地狱 中甚至是高啊 哎这个小人是有可能崩溃的 那崩溃的小人有可能是会这个成因品滥用的啊 所以成因品的管理呢 还是要有一定的说法的啊 嗯我跟另一个这个up主啊 叫做老B王啊 学了一招管成因品的方法就是这样啊 我们单独呢建造一个小区域啊 我就打算建造阵地旁边啊 因为放在这的好处是什么呢 一旦这个敌人来的特别多特别猛的时候啊 我们可以随时过来就刻个成因品 再来再来战斗啊 所以我打算在这个地方啊 甚至是这边也对称着也放啊 这边造一个小区域来专门放我们的成因品 然后放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也放一根墙啊 在这放一个墙以后呢 这个门就进不来了对吧 但是这个墙我们不给它修完啊 让它修成一半的状态啊 哎一旦有小人成因品这个这个爆发了以后啊 我们就我们就给它这个把这个墙给修上啊 这样一下子这个小人就进不来了啊 配弄西林给拆掉哈 其他的放在这 然后我们在这里呢 把这个所有的都拆掉 配弄西林放这个架就行了哈 驯服灵感啊 我们看看有没有野生动物 做狼 做狼我不喜欢啊 等一等哈 等一等 狼这个动物其实 嗯我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啊 我觉得它还太脆了 然后伤害不是很高 也不是很能扛 把这些门都打开啊 嗯然后这两格的位置呢 我们可以再点两两格这个储存区啊 这里一个这里一个哈 然后这边我们选择全部清楚哈 选择的重要啊 然后在这边选上这个玻璃缸 哎然后我们可以复制区设置哈 然后我们再粘贴啊 哎别别别别别放这啊 哎呦这个墙给造上了 你不注意给造上了啊 小五小五处理一下 哎他们现在打猎问题都不大的哈 我们这都都造好了 让小五先把这个门处理一下吧 哎一定要仔细检查啊 这里边的门必须都是打开的状态才行啊 哎小人在这里移动就会有减速了啊 好的 这回看着点哈 哎直接就给插掉就好了哈 然后现在我们家里大了以后呢 如果就是只有这个地方有这个餐椅的话 经常发现小人在外面干活干着干着 就在外面吃饭了哈 这样久而久之是会对心情产生影响的 我们也在我们的这个这个地方哈 这以后会是我们作战区域 也会是我们经常活动的区域哈 以后的这个攻击来的会很猛烈的啊 是这种连着来的啊 不休不止的这种哈 我们在这边也给他来造两个餐桌哈 让他们在这打完了就吃吃完了继续打啊 要有这种以战养战的精神啊 哎唐三你差不多了吧 嗯还得研究一个这个什么啊 我现在在研究运输仓哈 我们先把竖琴给解锁了吧 否则我们唐三不能受薰啊 这个比较不好 哦这个跳跃背包小人是会主动给他摘下来的啊 不知道哦 哦是因为我装了这个枪啊 我装了这个枪 咱还是穿跳跃背包吧 这个驴的东西是不是没卸下来 把这几个枪给穿上哈 让我们最重要的几个小人的生存能力加强 财富值9万1啊 其实10万左右就会来机械了 我们顺目以待哈 快了 哎这边有一个门没打开啊 等一会儿啊马胖子修完了把这个门打开 杰座我的天造了个杰座的桌子吗 哎这边有两个门没打开哈 这个门也没打开 确保他们都是打开的哈 可以 大师级的大理石桌子啊 这屋现在印象非常深刻啊 然后我们现在也可以给自己做点精神茶啊 我们维持一下啊 维持个 30个左右应该就可以了 嗯这样小人心情不好了 可以喝茶喝酒啊 这个成音品的小仓库还有一点啊 就是这里哈 这个打叉的门对我们这种正常的小人是有作用的哈 但是对于这个发了疯的啊 这个这个成音品痴迷的小人 或者说是不能说成音品痴迷哈 就是呃什么成音品滥用的小人来说哈 这个打叉的门就不好用了 他是可以从这钻进来去拿这个成音品的哈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门拆掉哈 给他换成一堵墙啊 哎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这个成音品管理才算是完整啊 这边我们要给他换上一堵墙 这样就不怕了哈 袭击行动啊 这个任务不做 围攻哎呦说来啥就这这这这 刚才还说这个心灵突烂枪不能解围攻 你这围攻就来了啊 那现在围攻其实比较好的方法 要不就是你有很多把狙击枪啊 我们现在一把都没有啊 要不就只能拿炮来对攻了哈 嗯之前的那种方案可能就不太好用了 这么多呢 看看他们什么装备啊 呦全是进展 全是进展 啊不用浪费我们的炮弹啊 来 全是进展还聊什么 看看有没有属性特别好的啊 全是进展我们得把动物带着啊 嗯动物看一下啊 我们先给动物换一个活动区啊 嗯动物的活动区之前的应该已经删了啊 之前我们造了个临时的活动区 他们往哪走 他们往那边走哈 先划到这哈 先让动物过来 哎 除了我们千半动物以外 其他都可以来啊 哎 你们别靠的太近哈 稍微远一点 哎 在这儿哈 他们在这儿 他们在这儿啊 我们看一下啊 他们全是进展啊 全是进展 这还有什么好打的 动物在这儿 先让动物过来哈 小人先等一等 来小人也来小人也来 好 准备 集体准备 看看有没有这个属性特别好的啊 神经错乱乱开枪 胎心愈症 苦行纵火狂 体弱多病 哇气 丑绝人寰 哎呀全是外挂裂枣 这急行者冷枪手还凑合 这叫什么 B米 急行者冷枪手还凑合啊 又是个丑绝人寰 哎 你们都拿着近战武器 怎么会有科技去 去做这个什么呢 去做迫击炮呢 这让我很差一样 高效睡眠夜猫子 这也还可以啊 但是年纪也太大了 58岁了 哎 其实都一般啊 都一般 我们看看我们的武器 有没有稍微远一点的啊 唐三的是 哎唐三能打到了 这边我们帅的人都是练士啊 帅人都是练士 陈香站站站的靠前一点啊 我的天唐三三哥 要么再往前一点啊 我们再把这个 被照照太大了 照两格 再往前一点 大家能不能够到了 看一下还是够不到啊 还是有点远 来来来来来 哎这么近了 你们都不出来打我吗 大哥 哎开始围攻了 开始围攻了 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回撤了 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我们就回撤 反正也不一定能追得上我 回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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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但跟的还是挺近的啊 这人数稍微有一点多啊 那来吧 主要是为了想省几发炮弹啊 主要是为了省几发炮弹 来吧来吧 陈香呢 陈香往前走一走 陈香顶在这儿 这有枪框打我的熊可还行啊 我看看唐三有什么技能可以用一用 麻痹 这么多人打我的熊 这可不太好 陈香受伤了 但是陈香问题不大 别把我的熊打死啊 你们也分散一下攻击对不对 看看陈香伤势如何啊 问题不大啊 全都是匕首棍棒 全都是什么的 再看看我们的动物 呦 有一只熊倒地了 呦 大名疼痛休克啊 但好在这个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二名问题也不大啊 驴呢 哎呦 驴倒是比较 比较残哈 那么动物赶紧都回去哈 回到我们的这个 该回的区域里哈 然后唐三啊 救援一下大名 哎被打了被打了被打了 看看这有两个陡地的啊 但是 我们刚才看了 没有特别好的 哎冷枪手善良 哎这个还凑合啊 还凑合 能种植 哎这这我们救一下啊 能种植的我们还是 哎 这死了吗 哦这是个死的 哎我的天 那活着的是哪个呀 哦这个活着的探号是我们大名啊 我说这是 这个是活着的吗 这个是活着的 这个作家是活着的 左肺被打没了 哎得得得 得得得得得得 白瓜裂子 该干啥干啥去吧 哎这还有一个活着的 看看 哎呦提弱多病 不要提弱多病的啊 提弱多病很麻烦 哎呦你俩就在这吃啊 这夫妻俩 真是够可以的 哎这样我们就省了很多我们的炮弹啊 否则这个解围攻还是挺麻烦的 赶紧救救救救我们的的的的的明明 这个驴也得救啊 驴也得救 唐三别打扑克了呀 唐三 治疗二名 还打扑克什么时候了还打扑克 我们就是人太少了 就对于我们这么大的阵地来说人太少了 大名大名也得治 然后陈香爱得治啊 马红俊快看看自己的媳妇 哎这个驴儿已经治好了啊 动物其实不用用药的啊 动物都给他调成这个不用药 不用药 动物一般来说不得瘟疫 基本上就不用用药 哎这边还有一大堆好东西要捡呢 还有个尸体 这有这么多炸弹炮弹 太客气了 太客气了 哎有了这些炮弹 哎还有他又没炮 哎呀还造好了一枚炮 来来来来来我们拿回来 哎呀太客气了 尼叔叔 这个部落老哥们都太客气了 送了那么多炮 还有木头 哎呦 好评好评啊 很好评 好好好就是得搬好一阵啊 这些尸体得搬好一阵 嗯 我们的二名可能还没训练好啊 还不能去搬运啊 所以现在这个远的地方不太好弄啊 嗯 嗯 那我们只能人去了 来来来来来 先把这些东西捡回来 尸体要不要的倒是其次啊 物资先捡回来 嗯 竖琴也就完成了 我们再走我们的这个运输仓啊 给运输仓走完 然后我们造一个竖琴啊 竖琴我没记错 应该是在锻造台里做吧 来做一个竖琴啊 这个竖琴的等级 还是希望他越高越好的啊 我们看看谁的等级最高 有马胖子长时间没练 等级掉下来了 那我们让马胖子做吧 嗯 等他先搬尸体啊 他还在搬尸体 这边还有一堆呢 哦 没地儿放了啊 没地儿放了 我们把这个储存区给他扩张一下 我们这个存了一仓库的过冬食品啊 都是我们的存粮 有三哥别睡觉呀 三哥优先打扫战场 哎 我们的这个竖琴做好了 我们给他安装上 极佳不错哈 我们就给他暂时先安在这个火堆旁边啊 哎 有了这样的一个竖琴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接受这个骑士的受训任务了啊 接去 看看我们唐三的这个第三个技能会是什么啊 尸体放在这儿 这个小人进去经常看见会剪心情啊 我们的火舞心情不太好 看一下 召唤 嗯 召唤一般般啊 召唤 我个人用不太好啊 可能也挺强的啊 但是我个人用的比较少 也行吧 然后这边我们宰了一头敲击兽啊 我们做一件敲击兽皮的大衣啊 这是我们最好的这个防尘大衣了 哎 比蘑菇布的还要好哈 这是最好的了 看看这边还有什么啊 争取让火舞一次给他搬完啊 还有一点点包装食品 等一波商人啊 我们现在就想要一个批发贸易商来啊 等一波批发贸易商 然后我们卖一波存粮 以前版本这个通讯台和这个轨道信标哈 这个轨道信标以前的版本是必须露天造一个才能用的啊 现在的版本其实已经不用了啊 但是你要知道啊 你要想用这个通讯台进行交易的话 只有被你的轨道信标覆盖到的东西才能被这个通讯台用来交易啊 那你比如说哈我这边有黄金想卖哈 这就卖不了啊 所以你如果就是想到后面就是交易的比较方便哈 你要把你的仓库区啊摆到两三个哈 甚至你的这个冷库这边哈 哎我比如说我要在这里我也要再摆一个轨道信标的 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哈 我让他再往上窜一个啊 那让他最大画这个位置啊 大概在这个位置啊 我们再摆一个轨道信标啊 这样我们仓库里的东西就都能卖掉了哈 哎批发贸易商说啥来啥啊 快快快把这个信标给我造了 哎对对对 小五在造哈 这个飞船的这个人一般来说会呆一阵的 不会立刻就走 哎冲上店了 冲上店了我们就呼叫啊 哎这样直接就可以交易了 嗯哎有猫耶 猫也是一种宠物啊 要不要买一只啊 我到现在都没有遇到狗 我没有遇到哈什奇啊 那么养一只小公猫吧 养一只啊 用来家里当吉祥物啊 然后这些包装食品都卖掉哈 卖一来用来卖钱啊 然后玉米啊玉米我们要卖一些 卖个两三千个问题不大啊 先卖两千个吧 先卖两千个他的钱还是有一些的啊 中间我们再买一点 嗯零件啊高级零件 哎呦他就只卖一个哟 那零件我们脱空哈高级零件 然后猪皮卖掉 人皮 人皮我们留着做沙发吧 我们家里现在缺一些沙发 嗯 然后 他好像是不收薄片的啊 哎他不收敲击兽的脚 我怎么没有看到薄片啊 没注意啊 看一下啊 我应该还有一些薄片哈 他好像是不收薄片的 嗯那就算了 算了 其他的也不太值得一买哈 玻璃缸可以再买一点 我们把这个钱都换成我们的实力啊 不要留留在家里哈 银子放在家里是不能生银子的 这个钱要花出去才行 嗯其他的倒是没什么了 买这些啊 可以哈 以前的版本是你这个室外 必须得放一个信标来接这个货物哈 现在这个版本已经不用了啊 哎省事了 以前这个信标还会成为空头空袭的一个这个把标把点哈 还有人依据这个来做镇定哈 但是现在已经不会了哈 没有这个设定 但是不知道会不会空袭更容易袭击在这种下面有这个信标的这个仓库区哈 我们让唐三把这些尸体给宰掉吧 哎这个敲击兽的衣服让谁穿了 这谁手这么快 麻胖子手很快啊 那唐三穿这个 唐三现在穿的是个风雪大衣啊 风雪大衣太厚重了 我们这个温带也不需要的 我们这个温带也不需要的 我们这个温带都没有啊 只能当吉祥物啊 也行也行啊 那就吉祥物吧 我们给他改个名字啊 叫做周才啊 可以的 哎 我们家里放一个吉祥猫 吉祥物哈 周才猫 然后给他放在这个居住区里啊 嗯 这样就可以了 哎 我们的运输仓科技好了啊 我们继续研究啊 嗯 接下来的科技 其实走个深钻井也可以 走个远程矿物扫描银也可以啊 因为我后面需要大量的这个矿物啊 这两个都可以的 走个精准步枪吗 嗯 没有了这个心灵冲击枪之后 我觉得狙击枪有击把还是必要的啊 否则这个围攻的话 你总拿这个迫击炮去解 有点烧不起的意思啊 自动门太阳能这些也都可以走 还有地热啊 这些也都可以 可能先走个太阳能吧 因为我们要走 做这个深钻井或者地质扫描仪的话 都是需要电力的 我们现在电力的话还太少了啊 我们先走个太阳能 哎 吸油皮帽一伤又来了 吸油皮帽一伤 等一会儿啊 唐三再攒一个最后一个了吧 放进去 看看吸油皮帽一伤卖啥啊 嗯 一般来说我们是没有钱买的 吸油皮帽一伤 这这个高级零件就多了 哦 我知道为什么没有薄片了 因为我们的薄片不在这个区域里啊 不在我们的这个交易的区域里 但是敲击射角可以卖了 不在就之后我们自己跑上卖掉 或者是来商人再卖可以啊 我们不着急卖 就不再多加信标了 我们这边买几个高级零件 买两个啊 买两个 心灵服务 心灵服务波好评 然后运输仓出来了以后啊 我们要抓紧先投出来两个盟友啊 嗯 我们的运输仓是要放在这个露天的位置的啊 哎 创造灵感 创造灵感 来来来做把现弹枪 炕子 就靠你了 做把传奇的啊 这是什么 他的朋友 希望在我这呆18天 给我闪耀世界的药 我们要黄金和玻璃钢吧 采矿虽然还有一点用哈 但是闪耀的世界的药 我们可以解决一个 嗯 玻璃钢和黄金稍微赔一点 要不要要要上面这吧 哎 你来吧 你随便住哈 随便说哎 干啥干啥 我们继续来说啊 这个运输仓必须建在露天的地方 我们中间的这个四格宽的这个走道是之后都会是露天的状态啊 我们就把运输仓先放在这个位置 嗯 一般来说最少要造两个啊 我看看怎么摆比较好啊 嗯 我可能会放在中间这里啊 来我们挨牌摆两个啊 这个运输仓是很关键的科技 嗯 这个运输仓好了以后呢 首先呢 它可以切换我们这个调整添加燃料的数量啊 这个添加燃料的数量啊 这个添加燃料的数量跟你的这个 它能发射的这个地图的格数是有关的 比如说我们默认是天一半是75啊 它就能飞33格地图啊 那如果我们把它调成最高啊 150就是66格啊 就是大概这样的一个距离啊 其实我们只是给附近的这个人 投物物品的话 其实不用这么多啊 你甚至可以给它放的更少 比如说20几格啊 也是可以的 但是它默认就是这个75啊 我们就先给它放在这个状态啊 这是可以手动改的 然后呢 就是可以也可以设置 是不是自动添加燃料啊 然后这个东西本身自己是不能用的 一定要配合啊 配合我们的这个运输仓啊 这只是一个发射器啊 一个发射器配一个运输仓 就是这样的 每一个发射器和每一个运输仓 都是消耗这个零件的啊 但是这是我们以后常用的东西啊 现在我们造了一个啊 然后点击装载发射组啊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东西放进去了啊 这个东西呢 一般来说有几种用途啊 一是我们这个小人去远行的时候啊 比如说去远征挖矿啊 去一个用这个远程地质扫码仪 扫到了这个大量的矿物想去的时候 我们可以让这个派两个小人啊 再派几个动物 还带上钢铁 带上零件啊 在因为得来回嘛 对吧 把自己射回去射出去再射回来啊 哎 就是去远的地方去挖矿 可以用我们的这个运输仓 那第二呢 我们可以用来装东西啊 就家里的 它可以用来当一个便捷的箱子啊 因为它占地面积非常非常小 但是它能存放150千克的东西啊 把一些垃圾或者是不要的东西放在里边啊 当一个储存箱也是可以的啊 那你要在需要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把这里边的东西再清出来啊 不过你要知道啊 这个运输仓呢 它往里放东西是一次性的啊 比如说你现在选好 放完了以后 你中间想再往里放 就不能啊 你必须把这东西全都清出来 然后再重新装啊 才行啊 这是运输仓不好的地方啊 然后就是啊 每次清就是全清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那我们现在的目标呢 是要投出来一个盟友啊 这个运输仓第二 第三个这个用法就是拿来送礼啊 我们可以把一些我们家里用不到 但是又相对来讲 送礼比较好的东西送给他们啊 比如说尸体就算了啊 比如说这些 刚才刚刚来送了一堆的这个棒子啊 衣服呀 对吧 这是破手枪啊 一按笔手雷不能送啊 哎 破衣服啊 那也就1%的马上就要没了啊 我们就不往里放了啊 没等 没等搬进去呢 就坏了 哎 把这些啊 都给它打包上啊 这些都是能加好感的啊 对我们来说只是放在那坏掉而已啊 那个送出去总是比 哎 当垃圾扔在外面强啊 而且还能给我们清一些地方 这个防弹库和防弹衣可以回收一些资源啊 可以稍微留一下啊 然后我们也得再投一点这个有价值的东西啊 这个 投完全投这个便宜货这个盟友不好处啊 哎 我们可以投一些薄片啊 我们先试着投50个看看能不能投一个盟友出来啊 精神茶31还凑合啊 嗯 这个人皮啊 人皮我们留着做沙发的啊 把包装食品全都投掉 饲料 饲料 饲料其实不是很多了 我们就不投了 其他的 活力水 其他的就没啥了 哎 我选择接受啊 没有人接受 嗯 只有在发射的时候你才能看到就是跟好不好这个邻居加多少好感啊 所以有的时候得平一点感觉啊 这个东西是有一点点不方便的 哎你要是能帮着装装东西该多好呀 还行啊是个乐天派啊不不容易那啥不容易崩溃可以了 哎 放在这个地方的好处就是他们装这些破烂装的快啊 我是喜欢这么干的 然后可以把这个接上了啊 然后让他们把那个两件破衣服给练掉 一件什么唐三换下来的啊 太阳能板好了 然后走一下自动门 人皮还有一些啊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盟友能投到什么程度啊 如果投不出来的话 我们再投一些人皮给他们啊 这边我们还留了一个位置是想再放第二个这个高级研究台的 但是电力有点吃紧啊 我们先把这个太阳能做出来 这边我们再造两个太阳能电池板啊 然后下面再给他配一个电池 两个太阳能一个风电啊 来带这个工作室就差不多了 这样就会消耗掉我们大量的钢铁了啊 这边我们再挖一些 只靠自己地图上的铁是肯定不够的啊 我们还是要去买或者是去 扫描矿物来挖的啊 我们来看一下电线啊 这边电力没有接进来啊 我们给他接进来 这招财子睡在外面挺可怜的 我们给他做一个这个动物床铺 好像用人皮做做一个放在这儿 哎传奇作品漂亮 嗯 我们第二把这个传奇的这个 哎应该是第二把吧 我记得我曾经做过一把呀 哎呦难道不是这个档吗 哎都传奇啊传奇 那好吧可能是我记错党了啊 那这是我第一把传奇的武器啊 那让我们唐三来装这把传奇的武器 然后这上面我们放这个 EMP手雷啊 EMP手雷会是我之后我们之后防御的重要武器 哎呦这边应该差不多了啊 我们看一下还有哪些啊 在这边我们就可以选择发射了啊 有一个棍棒没装进去啊 那么再装一下装一下 装一下 差一根棍了 这不还有一根吗 还有一根小武装完呗 哎这边我们就装好了啊 装好了之后 这个帽子已经坏掉了啊 不管他啊我们就发射啊 然后他可以飞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啊 这就是默认的这个大小啊 所以如果我们想给帝国投的话 就只用再多装一点燃料就够了啊 给他投啊这些也就够了 嗯这边能加二十 我看我们的好感度哦 二十不够呀 有呢有点亏哦 嗯二十不够 那我们先投给他吧 哎因为投给他加的好感度比较多啊 先投给他 我刚才没舍得把所有的薄片都投掉哈 又来了吗 琵琶梦一伤啊 我们看看再卖他 嗯 薄片我是卖他 我还是 我还是继续投啊 我要投盟友的啊 我们再继续装啊 嗯那这次就把所有值钱货啊 这个人皮 人皮留下来 留下来100 110个哈 剩下的我们都给他 给他300个啊 投出去 然后就是把所有的薄片投出去 大麻烟我们也不留了啊 大麻烟这个东西我们也不抽 再真就没啥可投的了啊 就剩直接砸钱了 人肉啊 人肉啊 人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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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肉我们可以练化和燃料的啊 人肉就 人肉就不投了 我就先投这些 嗯 重量上有点亏啊 有点亏重量 再压几块十块 这个那啥吗 这个东西我们估计不会再刁了啊 把它给他投走吧 啊行哈 压点秤哈 否则觉得亏了啊 嗯 那你们这个商人我就没啥可卖的了啊 只能卖粮食了三千多可以啊 先不卖啊 先不着急卖 要爆仓了我们再 不得已再卖粮食啊 糧食是一切的根本 哎 要结婚了啊 哎呦 马红雀和白晨香 结婚了结婚了 哎 喜结联礼喜结联礼 早上贵子早上贵子 这白晨香让我打扮得像个大黄蜂一样啊 这个包空头和大黄蜂的婚礼啊 恭喜恭喜恭喜 哎 这两个人终于不纠缠这个唐三和小五了啊 可以可以 大家都很开心哈 集体全绿了 行行行行 做了个极佳的动物床铺哈 这个让招财来睡哈 这不能选让谁睡啊 这个就 只能看缘分了 已经看大明进了 这是给周才睡的 你躺这里不挤吗 哎呦 可真小 好吧 那本期视频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这一期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节目再见了 大家拜拜